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,你做到了! 最近王一博的哭泣又让我有些惊喜,真的感叹他的学习能力和共情能力, 他真的是默默地做事然后惊艳所有人的那种感觉,这又让我想到了年初跨年舞台的现代舞。 当时是让我有些惊讶的,因为我认识他是街舞节目,那时候就觉得这个男孩子很帅,很热爱舞蹈,而且跳得也很好。 小段哭戏 对于一个从事中国舞多年的我来说他的现代舞让我有惊讶。 有惊喜,还有被征服的感觉。 最大的感受就是,他真的做到了。 为何会感叹说他真的做到了呢? 这就要从街舞说起了。 这就是街舞片段。 在这就是街舞火锅局的时候他就有说过,最想尝试的是现代舞,因为他觉得那很有艺术感。 其实当时我有一点小开心,因为还是蛮想看他现代舞的,看得出来他的核心力量很好,但是懂舞蹈的都知道,现代舞和中国舞对于舞者的基本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。 不仅仅仅需要核心力量,所有的启犯或者说武感都是需要一定的基本功和很好的控制力。 王一博的街舞确实厉害,但是说实话,我当时也没想他可以完成得很好,至少觉得他如果尝试,是有难度的。 当时也就没太当回事,也就是听听而已。 然而,这次舞台真的震撼到我了,他真的做了,一直都知道他是属于那种不怎么说太多话的,说得少做得多的艺人,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如此快的行动,行动派真的不是说说而已。 这就是街舞火锅局。 从彩排照片流出的时候我也有想过他会不会真的尝试现代舞了,当时想着就期待吧。 一出场整个感觉,我就了然了,从转身到音乐起延展的那个范,每一次延展,都能感觉到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的魅力,从身体到手臂再到指尖,无限延伸, 极致唯美却又不柔弱。 还有由外放到内收的那个度,他也把握得很好。 整个舞台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是非常棒的,这一点离不开他平时的注重表情,他曾说过,没有表情就狠干。 所以他的表情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,表情与肢体完美的配合,看着看着会不知不觉就把你带入到他的故事里,同悲同喜,仿佛也置身其中一般,这里必须夸一下他的表现力真的是厉害。 还有他整个身体的控制力都很稳,包括转圈到后面动作的衔接,他都跳出了自己的风格,这一点真的是很棒的。 再来说说他整个装造,也是很加分的,极致简单却又不简单,白色系让人感觉非常的干净,给整段舞蹈加分不少。 舞台造型 对于王一博的认知又让我刷新了,从推广街舞到街舞的传承,再到这次的现代舞舞台。 他真的把热爱做到了极致,从不会局限于一个小小范围,永远在突破自己,跳出舒适圈,尝试新的东西,并且能完成得很好。 有时候真的觉得他不仅仅是在跳舞,他是在做艺术。 舞台直拍 每一种艺术都有他的语言,舞蹈也不例外,每一段舞蹈都有他的故事,能表达多少,取决于舞者的表现,这就是舞蹈的魅力,艺术的魅力。 而每一个努力做艺术的人都会有一种匠心精神,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和佩服的,现在社会需要这样的精神,好的文化才能延续,才能发扬光大。 最后想说的是,希望舞蹈行业越来越好,同时也希望努力做事的王一博越来越好。 王一博靠自己撑起了优秀作品,却被人酸命好。 继上映节首映里后,7月10日电影热烈在北京再次举办内部观影活动,现场反馈口碑非常惊艳。 据看过电影的观众评价,热烈是暑期档最燃的电影,是喜剧,亦是今年暑期档唯一一部治愈电影。 王一博第一次挑战小人物角色,饰演的陈硕是电影里最亮眼的主角,舞蹈燃炸全场,追梦热血又接地气,搞笑又感动。 大家纷纷感叹,陈硕这个角色一定会是王一博终身的代表作之一,他找到了一个充分发挥他优势且非常打动人心的好角色。 然而伴随着网上对王一博的大量夸赞,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也随之出现,甚至有人把王一博的作品优秀角色表现好,归功于他备受导演宠爱,看完热烈就不断感叹一博命真好。 承尔爱死他了,无名摄露每幅画道所有部门都在全力以赴帮他,人余剧本都没有就拉着他去日本采封。 《长空之王》和热烈这么好的项目,简直像为他量身定制角色一样,导演把最好的故事情节和制作技术都用在他身上,给他加了很多很多分,某些个伟大的演员得到过的宠爱也就如此了。 这种通过结论倒推因果的言论,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。 无名是很好,但是据伯纳总裁于东先生介绍,叶先生这个角色最开戏份并不多,是承尔导演挑中的王一博,然后在拍摄过程中灵感爆发,不断飞夜飞成现在的灵魂男主的。 承尔导演是作者型导演,喜欢现场改戏,只要你能让他有足够的灵感。 《长空之王》也很好,但最开始却被黑三无电影,导演纯新人,主演也是新人,监制在军事题材这块并不被观众接受。 空军题材难拍,一悬浮,也不被业内看好,吐槽《长空之王》班底差的言论,多到导演刘小事都自嘲是三无,想要一个懂机械的年轻男主,找王一博出演都怕被拒绝。 而电影热烈,则是大鹏导演问了所有街舞老OG,他们一致推荐王一博出演的,没有第二个人选。 大鹏导演甚至说,没有王一博就没有热烈这部电影。 开拍前电影被采歌舞片没人看,亚运会主题电影没人看,甚至过分到采大鹏导演是拍屌丝电影,还嘲笑王一博给黄博做二番。 不论是《无名》还是《长空之王》,亦或是热烈,王一博主演的这几部电影,在上映前都曾被各种拉采不看好,多次用来嘲笑王一博资源烂。 是王一博用自己的努力和演技,扛起了电影的高光,获得了观众的喜爱,甚至扛起了不被看好的电影票房。 承尔导演要求很高,叶先生能有那么大的魅力,背后是王一博拼尽全力的呈现。 无名的票房在上映前几乎被所有人不看好,也是王一博用自己的号召力和宣传,将无名这部优秀电影努力推到大众面前,拿下近年来闻一篇票房第一的好成绩。 长空之王票房更是他一力主扛。 热烈那些高难度舞蹈动作,全内于只有王一博可以,也只有他能做到,拍戏过程中跳道路都走不了,打完封闭还要坚持继续上。 如果说王一博命好,那就只有一个可能,他遇到的三部电影都是用心好好做电影的,看重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利用他流量。 这是王一博非常幸运的一点,要知道,电影圈坑的流量从来都不少。 但这不是代表王一博资源好,所有人都捧他,宠爱他。 事实上王一博没有后台,不是被人力捧的,他的角色是靠自己的个人特质和业务能力拿下的。 承尔导演看重王一博的气质,给他非夜也是因为现场表现好,有了很多灵感。 刘晓氏导演需要一个懂机械的男主,85号赛车手王一博非常合适。 大鹏导演需要一个breaking足够好的舞者演员,权内宇也只有王一博可以。 他不是资本力捧,只是足够用心,足够努力,让这群好好做作品的业内看到了他而已,然后再合作共赢。 今年是王一博电影的开始,也是他口碑票房大丰收的一年。 三部不同风格却同样优秀的主演电影,让他的电影圈首秀出场一场瞩目也无比漂亮,为日后进一步攀登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电影频道传媒最受欢迎男主奖,便是对他在电影事业上辛苦奋斗的第一个奖励。 相信未来王一博会更加努力,贡献更多的优秀电影,获得更多观众的喜爱,拿到更多属于自己的荣誉金杯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谢谢。 关键。